Uber宣告改版回歸 但打開APP想叫車 不是等半天沒車 幸運看到跳出有車 一等也是二十分鐘起跳 我估計今天也才最多兩百多輛車 台北 全台北啊 不到十分之一的車數 Uber用租賃車方式推新版重新上路 不過這一回計費方式不透明 卻讓長達的乘客發現 好像不比過去那麼便宜 我覺得叫車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只要等了久就不考慮 對 不考慮 這邊比較便宜 對 那可能還有一些優惠的部分 對 那如果今天失去這個優勢的話 可能就會 如果就我個人而言的話 我可能就會考慮 要不要叫他的車 貴一點點 你還是比計程車便宜 你這一趟肯定比計程車要便宜 雖然短程價格算一算 確實比計程車划算 但如果以台北101 做到桃園機場 計程車才喊價北市一千二 機場接送 甚至砍到雙北市八百元 不過Uber估價一千零四十五元 才過一小時 居然變成一千零七十 價格浮動不定 再加上只要停的 每兩分鐘四塊 若碰塞車加總起來 可能將抽過計程車費 他有個公式他現在沒有公開耶 以前平均來講大概是 你們坐車大概是 計程車的六五折到七五折 現在坐大概是七折到九折之間 目前注定車在法規上 是只有訂定收費的上限 針對這個注定車 到底需不需要有收費的下限 那如果要有要怎麼去約定 所以相關的部分 目前是屬於法令比較模糊的一個 有它模糊的空間地帶 Uber的八億多罰金都還沒繳 現在找到新方式重出江湖 不過相關配套都還沒公開 想盼乘客回流 短時間內恐怕有難度 小五星之旅配宣傳播的